1981年夏天 林青霞还在美国进修 香港新潮派导演谭嘉明亲自上门 邀请林青霞出演电影《爱杀》 这部戏成为了林青霞荧幕形象的转折点 她剪掉了长发 涂上大红色口红 不再是琼瑶电影中 那个情感单一经历简单的女主角 1981年 林青霞从美国到香港发展 这次她与未婚夫秦祥林一起到香港 媒体所关注的焦点 当然是林青霞的感情 两年前与她多次合作出演 琼瑶电影的男演员秦汉离婚 林青霞与秦汉因为经常在荧幕上扮演情侣 那时林青霞还是单身 她与秦汉渐渐被台湾媒体说成假戏真情 两人绯闻越喘越凶 这次秦汉离婚 林青霞则被台湾媒体塑造成破坏秦汉婚姻的第三证 一时间 各种指责和污蔑的声音向林青霞涌来 她无法忍受被台湾媒体扣上的这顶黑帽子 她暂停了自己在台湾的演艺事业去美国进修 这次风波成为了林青霞事业转型的拐点 心态的转变促使了林青霞在角色选择上的转变 她告别了文艺爱情片形象 林青霞到了美国之后 一心想过安静平常的生活 而在这时 她的老朋友秦祥林出现了 1974年在拍摄电影《纯纯的爱》时 26岁的秦祥林 纯纯的爱上了20岁的林青霞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台湾媒体开始盛传 二秦同时追求林青霞 二秦指的当然就是秦汉和秦祥林 林青霞1972年拍摄电影《窗外》 与男演员秦汉相识 内心里一直爱慕着秦汉 但当时的秦汉已经结婚 所以林青霞一直把这份感情 深藏在心中 然而那时的秦祥林 并没有像媒体传说的那样 去追求林青霞 因为她知道 此时林青霞对于秦汉的心意 所以她也只是偶尔约林青霞出来 吃吃饭 聊聊天 这些年她也一直是以好朋友的身份 陪伴在林青霞的身边 这次林青霞选择离开台湾的是非圈 秦祥林决定不再沉默 她要去美国努力一搏 她要和林青霞在一起 自从秦祥林来到美国后 秦祥林和林青霞在一起的时间 反而比在台湾拍电影的时候更多 在美国生活的几个月时间里 她对林青霞的感情变得更深了 由于生活在美国这个特定的环境中 两人排除了从前在台湾时的重重干扰 秦祥林感到林青霞离自己越来越近 很快两个人的感情发展到该见见父母的时候了 秦祥林第一次去见林青霞母亲的时候 不仅亲自下厨烧菜 还陪着老太太去好莱坞电影场参观 一切的一切都让林青霞的母亲 马兰英对她有了很好的印象 林青霞的母亲马兰英 在见完了秦祥林之后就对女儿说 如果你们只是想做好朋友 我劝你们最好不要交往太多 如果你们想成为一对夫妻 也不要这样随随便便地来往 因为中国人和外国人不同 总要有个名分才行 林青霞认同母亲的意思 她应该先和秦祥林订婚 这样的话 那些无聊的猜测才会烟消云散 1980年9月5日 美国旧金山湾区的一座大教堂内 林青霞与秦祥林要订婚了 林青霞的哥哥妹妹已经来到了旧金山 而秦祥林的父亲和大哥 也出席了他们的订婚仪式 由于前一夜与秦翰的那通电话 订婚这一天 其实林青霞并不开心 这一天让中外记者大吃一惊 林青霞的两只眼睛哭得红红的 第二天 联合报刊载了他们派帮美国记者发回的报道 标题是 林青霞与秦祥林再美订婚 准新娘竟然哭红了双眼 林青霞在订婚这一天 为什么会哭红了眼睛 这还要说起前一天的一通电话 订婚的前一晚 林青霞犹豫了 他心里一面还住着秦汉 一面又想给自己一个新的开始 矛盾中 在他订婚的前一天 他拨通了秦汉的电话 也就是这通电话 让林青霞的情绪起了波折 当他认真的告诉秦汉 自己要和秦湘林订婚之后 他没有料到 电话另一端的秦汉 并没有挽留他 虽然订婚时的林青霞并不笃定 但订婚之后 林青霞开始认真地 对待他与秦祥林的这段感情 林青霞为两个人规划的未来是 他和秦祥林在大学里双双毕业后 在这里结婚生子 然后在眸秋永久居住的绿卡 而1981年时的秦湘林 他告诉林青霞 他要回台湾 其实秦湘林对他们的未来有另外的规划 他此行的目的不只是娶林青霞 而且是要把林青霞娶回台湾 所以订婚后没多久 秦湘林就返回台湾拍戏 尽管林青霞不愿意 但他最终还是放弃了 《留在美国》的想法 这时导演谭嘉明 邀请林青霞出演电影《爱沙》 林青霞彻底地打消了 《留在美国》的计划 秦湘林最终由林青霞推荐 也参演了《爱沙》这部电影 《明报》和《惊报》都用了整版的篇幅 刊载有关林青霞和秦湘林合拍电影的新闻 一时间人们都把关注的目光 集中在电影之外的趣事上 那就是林青霞订婚之后 如何与未来的夫君一起拍戏呢 林青霞和秦湘林在佳合公司片场里 频频地亮相 他们每天的戏都安排得相当紧张 但让林青霞感到不安的是 比起台湾媒体 香港的媒体更是变本加厉 几乎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 没多久 果然又出事了 就在秦湘林默默等待迎娶林青霞时 报纸上刊登的一条新闻 呼的一下 在秦湘林心里点燃了一把怒火 大标题是 林青霞 秦湘 重续就好 莲美主演历史大片 因为这部戏中有秦湘参与 秦湘林坚持不让林青霞出演 还要找导演问个清楚到底是什么意思 但这话还没问出口 就被人横腰拦了下来 并且又掀起一场风波 蓝化的当然又是唯恐天下不乱的小报记者 秦湘林的酒后评论被媒体歪曲利用 他与林青霞的感情是否能摆脱港台媒体的干扰 大标题 秦湘林 酒后吐真言 从19岁的情窦初开 到40岁成为新娘 行李员是如何赢得林青霞那颗愿意嫁的芳心 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1983年的一个晚上 在一家夜总会里 只见秦湘林面前的桌上 放着瓶酒 他正在为林青霞与秦汉合作演戏的事 闹心呢 就在这时 有一位女记者认出了秦湘林 他心中顿时大喜 这位女记者知道 新闻来了 随后 他亮出记者证 之后 他便坐过去 跟秦湘林 聊了起来 女记者发问道 秦先生 听说 您正因为林青霞与秦汉合作拍片的事 而恼火呢 这是真的吗 秦湘林 正憋着一肚子的火没处发了 听女记者这么一问 她便把心中所有的不满 一股脑子都倾泻出来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秦湘林不知道 她的这番话 已经被那位女记者 拿微信录音机 给录下来了 第二天 香港的某报 便一字不漏地 将这番话 刊登在了报纸上 大标题 秦湘林 酒后土真言 时隔一日 台湾某报 也转载了这条 发自于香港的新闻 标题改为 霍西 秦汉 又和林青霞拍戏 秦湘林 在港大怒 林青霞本来想找个理由 或是借口 拒绝这个片语 但是 秦湘林在香港这么一闹 林青霞心乱如鲍 最后 为了不影响林青霞 和秦湘林的感情 导演 以林青霞 大病刚愈为借口 更换了女主角 秦湘林的这次闹场 已经伤了林青霞的心 可是还没等林青霞 还过来 又出事了 1984年3月7日 离上次风波不到一年的时间 林青霞的女友 胡冠珍过30岁生日 邀请林青霞和秦湘林赴宴 二人自是开开心心地去了 可是 当秦湘林陪林青霞 来到胡冠珍生日宴会上时 他忽然发现 一位正与林青霞传绯闻的 香港纺织业大亨的公子 也在座 秦湘林见了这情情 一把拉起林青霞就要离开 胡冠珍 这个兽性 当然要阻止 林青霞 左右为难 最后 是林青霞无奈地留下 秦湘林自己 憋着气 走了 生日宴结束之后 林青霞独自回到香港的家中 他开始梳理自己 与秦湘林的这段关系 他意识到 虽然和秦湘林订婚已经四年了 可是他感觉到秦湘林 其实并没有真正了解自己 只要报纸上一出现风吹草动 他就会感到不安 连一点信任也没有 恋人之间 其实最怕的就是缺乏信任 秦湘林没有安全感 林青霞也失去了信心 媒体就像是一把刀 时刻悬在两个人的头上 一不留神就会砍断 两个人之间脆弱的 那一丝红线 最后 这把刀终于落了下来 1984年6月6日 台湾中国时报刊登消息 大标题 结束四载风雨之恋 林青霞 秦湘林终于曲终人散 这一年林青霞30岁 港台媒体再一次改变了林青霞的生活 因为他是万众瞩目的焦点 因为有无数媒体的闪光灯在他周围 林青霞无法像平常人那样 拥有一份不被打扰的感情 但是这一次 已经30岁的林青霞和1979年时的他不同 他已经更加成熟 面对港台媒体对他的嘲弄 他没有选择逃避 林青霞留在了香港 继续从事他热爱的电影事业 1985年 林青霞与成龙合作 拍摄电影《警察故事》 林青霞因为这部电影 获得了1986年第五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女主角提名 与秦霞临分手之后 林青霞终于和与他苦练了11年的秦翰牵手了 但是两个人在一起不到8年的时间就分手了 这段隐藏了美光灯下20年的感情长跑最终落幕 男女主角秦翰与林青霞最终发现 他们并不合适 一切只是一个误会 一场梦 林青霞终于遇到了行李员 他的丈夫 1994年6月29日 林青霞结婚了 他最终托付终身的这个男人 看起来算不上英俊 绝对不是林青霞曾经梦想的白马王子 但从照片上看得出来 林青霞他的笑 无比的安心和幸福 这一年他40岁 与秦翰在一起的那几年 时间都留给了工作 在与秦翰分手一年多后 1994年6月29日 林青霞终于结婚了 并且婚后一心相父教子 没有在接拍任何电影 他的丈夫 行李员 大名鼎鼎的香港服装 亚洲控股有限公司的主席 全球 五百大富豪之一 自从林青霞与行李员结婚以来 通过媒体的舌头 他们无数次的被离婚 今天传出林青霞因为没有为丈夫生出儿子 离婚了 明天又传出林青霞因为丈夫有了小三 离婚了 这一传 就是20年 但任凭外界如何的传言 他们两口子依然过得安生 2011年7月 在林青霞结婚之后的第17个年头 他出版了一本名为 《窗里窗外的散文集》 关于他婚后的一些生活 书里有一篇文章有所展现 这篇文章名为 《我的小宝贝》 我们为您摘录了其中的两段 现在我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 晚上还是喜欢按摩他们的背 让他们安心入睡 我喜欢借着他们的身体传达我的爱意 感受他们的成长 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处 他还这样写道 我看着他那天真无邪的小脸蛋 心里想着 有了这三个小宝贝 我还求什么 林青霞婚后与丈夫刑李源生了两个女儿 大女儿名为刑爱林 二女儿名为刑颜爱 文章中所说的是三个宝贝 另一个则是指刑李源与前妻张天爱的女儿 刑家前 林青霞的这句 有了这三个小宝贝 我还求什么 说出了他对于婚后生活的满足 那么刑李源这样一个并不英俊的男人 是如何拴住了林青霞的心呢 因为林青霞的丈夫刑李源 与他之前所交往过的任何一个男人 都不一样 很多人说林青霞 算是嫁入豪门了 但实际上 这个男人 能够带给林青霞的 绝不仅仅是物质的富足 他能给林青霞的更多 第一次见面 刑李源对林青霞说了怎样的一番话 让林青霞颇感意外 越来越多的接触 使林青霞逐渐明确 刑李源就是那个 他要嫁的 1992年 因电影《笑江湖之东方不败》 再度大红的林青霞 为何一心想要吸引 档案继续为您接 林青霞与刑李源的第一次相遇 是在徐克的夫人 施南生的生日酒会上 那天林青霞一个人 坐在角落里 刑李源来到了他的身旁 林青霞打量起 眼前的这位男士 脸色有点黑 眼角已经有了些许皱纹 穿着打扮比较普通 林青霞想 也许他是徐克导演的一个粉丝吧 这位男士主动凑上去 跟林青霞说话 而且是没话找话 很明显 他是想引起林青霞的注意 他说他看过 林小姐在美国报刊上发表的 关于时装的一些文章 而且他知道 林小姐对于服饰的色彩搭配 很有研究 他甚至还说出了 林青霞那篇文章当中的一些段落 这让林青霞 倍感意外 因为他的这些爱好 连很多身边的朋友都不知道 第一次见面的那天晚上 林青霞得知 跟他说话的那个怪人 是香港服装 Aspire亚洲控股有限公司的主席 行李员 林青霞当时也很吃惊 他早就听说过行李员的大名 那可是在香港时装界 极有名望的人物 第二天 这个香港时装界的大人物 就展开了追求公式 林青霞接到了行李员 送的几只漂亮的大纸盒 里面装的是精致的高档服装 让林青霞痴心的是 这些服装的尺码 简直就是比照着他的身段 定制的 林青霞知道行李员对自己一往情深 他和行李员相处的时候很记载 但这里成为男女朋友 还很远 林青霞在上海拍摄 新天龙八步之天山同步 每天很忙很累 有的时候还会生病 行李员在上海谈生意 有人告诉他 林青霞生病了 行李员就带着 林青霞最爱吃的大闸蟹 去看望他 后来林青霞回台湾 两个人又在飞机上偶遇 聊了三个小时 越来越多的接触 使林青霞逐渐明确 行李员就是那个他要嫁的人 林青霞想嫁给行李员 不仅是因为行李员能给他体贴的关怀 也不仅是两人对于服装话题有共同语言 最重要的是 行李员不会去理会媒体那些 无凭无据所制造出来的绯闻 林青霞和行李员在一起时 感觉到自己可以完全放弃 不用去澄清自己的所作所为 这才是他想要的生活状态 林青霞与行李员是在合适的时机 遇见了合适的人 在多年后 林青霞接受采访时 说出了当时的心理状态 他说 在我结婚的前几年 我真的很想建立自己的家庭 过去 我从来没想过这件事 像我这样的女孩子 想在香港生存 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那时的我非常孤单 回家的时候 没有人与我分享我的快乐悲伤 没有人分担我的疲惫与情绪 我真的认为 我需要拥有一个家庭 以前我一心想在四十岁时 做个改变 我不希望演一辈子的戏 吸引的这个想法 林青霞早在1990年前后 就向自己的好友 施南生提过 一是没有好剧本 二是林青霞已经拍了 十八年的电影了 最忙的时候 他同时拍六部戏 这些年了 太疲惫 就在林青霞准备适时吸引的时候 一部《笑江湖之东方不败》 轰动了华云影坛 林青霞再度炙手可热 在拍摄《笑江湖之东方不败》时 林青霞已经三十五岁了 对于女演员来说 这已经是一个很难再演主角的年龄 但是荧幕上的《笑江湖之东方不败达人》 没人会去想他的年龄 在此大红之后 林青霞霞参加了大量商业活动 剪彩拍广告 当然也马不停蹄地拍戏 林青霞霞看似打消了吸引的想法 其实恰恰相反 林青霞在为自己的隐退做打算 林青霞的好友对他说 你已经不是十八岁的小女孩了 一定要利用这个时机 不用太担心剧本 不会有人要你脱光衣服 或者拍愚蠢的床戏 每个人都希望你继续演 和《东方不败》差不多的东西 所以你应该好好地赚一笔 实际一些 因为你已经不再年轻了 这样的机会不会天天有 事实也就是如此 之后的两年半里 林青霞又揭拍了十六部电影 其中一些电影角色 或多或少都带有 《东方不败》的影子 在林青霞拍摄《从影生涯》 最后一批电影的时候 他遇见了《行李源》 《行李源》带给林青霞最大的改编是 让林青霞变得放松 不再像以前那样紧张兮兮 拍电影的时候 林青霞都是想做到完美 常常与自己较劲 他没有办法放松 精神上紧绷了二十多年 直到遇见《行李源》 林青霞开始学会了放松 因为《行李源》能够给他足够的安全感 《行李源》 《行李源》他不但爱林青霞并且懂他 这种懂使得他能够为林青霞撑起一把大伞 把媒体耀眼而又致命的追光灯 统统统地挡在外面 林青霞的心彻底地被他入暖 1994年6月29日 《行李源》娶到了林青霞 从照片上能看得出来 林青霞不像与秦翰在一起时那样的痛苦 也不像与秦湘林订婚时哭红了眼镜 此时的他在行李源的怀里 你任何的时候都安心都幸福 这种幸福就藏在他此时发光的笑容里 这一年林青霞四十岁 婚后的林青霞安心做了新太太 她给行李源生了两个可爱的女儿 一个叫行爱林 一个叫行颜爱 林青霞年轻时所有的时间和精力 都投注在工作上 婚后他要好好地享受 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 他说 我已经习惯了这样平凡而快乐的生活 此时报纸上的各种大标题 无论怎么写 都与林青霞夫妇没有关系了 一个心中充满了爱的父亲 一个四肢瘫痪的儿子 他身材矮小 已婚发福 是三个儿子的爹 他热爱运动 有一句个人名言 Yes you can 他们叫赫特二人组 三十年 一千场体育比赛 感动世界的背后 什么才是他们不洁的动力 他一直记着儿子 收拾不住 慢慢参赛路 从马拉松到铁人三项 从不放弃 可是铁人 是那么好吗 铁力不支 受人歧视 半途退散 重重阻碍 他们如何克服 赫特二人组 如何完成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2014年3月3日22点50分 档案为您揭秘 请不吝点赞路